今天要来分享一下无脂果粉最喜欢跟安卓用户讲说 我们iPhone之间可以传很快速的档案彼此交流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安卓早就有了 只是我们不会特别去强调 因为你iPhone已经几乎是鸟到剩下这个功能可以强调而已 拍照也输擦三 搞到最后只能跟你讲说我们有这个可以传送资料的速度非常快 那我现在就示范给你看什么叫做 安卓用户之间在传送资料的速度跟你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我们先我们先到那个Google Play商店这里 那个叫做Google FiOS这个东西打开来 然后我们现在的网络是全部断掉的状况下 是不需要用网络就可以离线传 好那我们来传 我们先打开 打开给大家看 是不是这样 那你要传照片给我嘛 多个档案然后跟那个 我设定为接收端 好那你按传送端 你一样开启 他会连这里 你会找到我 然后这时候会按允许 连线 这样是他跟他之间的WiFi建立起连线 你先点图片看看多档案 OK一次选很多图片 对对对 不是不是再来一点 这样 我们可以一次选大量的图片哦 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可以传大量图片 不好意思我们并没有 我们也可以一次传很大量的图片 而且是几妹的 这是6400万画素的照片 搞清楚我现在传的都是6400万画素的照片 好传送先传 上面是原神的图片 200多妹只要7秒钟哦 不要在那边跟我讲说什么 iPhone传东西有多快 莫名其妙嘛 好了 好传好了 然后我们点起来看 刚刚的档案都在这里 真的不要再跟我讲说你iPhone之间对传资料有多快 这种东西 安卓也有 好那你传一支那个战双帕米蛇的 你传那个战双帕米蛇快1GB的影片 我们这边游戏影片啊 我们传715MB的哦 来看测试一下这支影片传多久 20几秒而已啦 真的不要跟我讲说什么 你iPhone传速度有多快 莫名其妙 讲得好像安卓没有这功能一样 真的是被那些无资果粉真的是 害到以为安卓没有这功能 我告诉你 我们只是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个功能而已 当我今天拍出来这个东西就是跟你讲 无资果粉不要整天 只觉得说你iPhone才有的功能 安卓也有 只是不愿意在那边大喇喇的向苹果发表会 整天讲自己拍照有多厉害 然后就有输人家插衫 这是莫名其妙 我是很不想拍这种对立的影片啦 但是事实上有些东西还是要跟大家分享 不要让自己只活在那个无资果粉的世界里面 这就是我们刚刚接收到的档案 它会在这一个R1这里面 这就是我们刚刚传过来700多M的战装影片 给大家看一下 很轻松就可以传过来了啊 哪有什么困难的 好那这个就是安卓之间对传 以后谁拿一个无资果粉 再跟你讲说他iPhone传档案有多快的时候 你就给他看这个影片就可以了 那以上信得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待的影片 我们下期待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